今天我們的政府機關和公立學校下半期悼念 在這裡我要代表政府與人民 向安倍前首相的家屬致上最深的哀悼 安倍晉三前首相是我認識十多年的老朋友 我還記得今年3月跟他視訊會談的時候 他那親切的笑容跟溫暖的問候 當時我們雙方都非常希望能夠早日在台灣見面 這一天謝長廷大使也提到 安倍前首相剛聯絡他要來台灣訪問 我們也看到許多民間的朋友都談起 原本規劃跟安倍前首相一起進行的活動跟計畫 這些都代表了安倍前首相跟台灣互動是多麼的密切 我們一直都是並肩前進的好夥伴 對於安倍前首相的離開大家都非常的難過與不捨 這些年來不論是台灣遇到震災或者疫情挑戰 安倍前首相總是伸出援手 在國際場域還會為台灣仗義之言 積極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未來台灣和日本會持續攜手合作 深化雙方的友好關係 共同創造印太地區的自由和開放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讓更多的台日合作開花結果 我們繼續努力讓更多的地方